第一,我認為以這樣的現狀,情況不會像楊岳橋,也不會有楊岳橋,也不會有梁堅奇的效應 沒有一個很有魅力的議員走出來,這是第一件事 我說在法文機制或者非建制 因為那些人已經進入了去做議員,現在只是偶選 要入的都入了,無論是建制和泛民,那些人要投的都選了 我自己的心態是不會像當年說風雨飄搖,即是近建承擔,或者保住最關鍵的一席 其實現在沒有關鍵的這一席 就算你加了這一席,都改變不了現在立法會廢了的效益 因為破壞了的東西,由七十個降到二十個 破壞了的東西就破壞了,它回不了頭 現在只是吹到說是否決決 我覺得你更加令市民擔憂 譬如我不是那麼激進的市民,期望就說,喂,你有些事情都能夠過 那你現在原來你說,喂,我支持的事情做不了,我就是否決 認識可能有些事情都不能太,就是什麼叫做,世俗的事情都避不到 不過我的心體這樣說呢,都有一點不淡淡面 因為原因是,第一件事是有不分的 不過問題就是,現在所謂的政黨兩激化 所謂Line-up 這麼大的形勢 多謝,年輕人我都感覺到,多謝你感激 即是,你要的心態,要自己都要step down 否則壓力很大,因為排面就不明朗 排面就,即是人家都已經是… 隻抽隻是很難的,老實說 但問題是,為何都要積極考慮原因呢 就是,又或者我都被人遲很多發聲 是的,最後一個星期了 原因是,一,我的資源比他們不同 第二,就是,經歷覺得,都想聽多些 我又拿一些提名,拿提名是跟市民直接接觸的 剛才你見到,有些街坊在那裡走回來 他們說,為何你沒有理會啊,沒有理會啊 他們就會失望